近日张军宁在如意传现场见面会上 小路相间,锁骨分明,美人狗有一种不一样的韵味 当日张军宁身着白色上衣,宝蓝阔腿裤,眼神慵懒且虽然 既有着地中海风情的慵懒,也带着时尚女人的概念与精致 在戏里饰演的海澜,个性天生柔弱衔静 为了救出被打入冷宫的如意,不得不在后艇宫为争斗 记得里面那场淋雨戏,当时气温零下,正值雨季 张军宁苦笑着说,每次拍雨戏,气温一定会降到领度 哭戏拍得特别投入,特别的真,因为天气太冷 其实我是被动哭的,在戏里张军宁和周迅饰演的如意是一对好姐妹 张军宁为了姐妹不惜手撕整个后宫,可谓是标准的一对CP姐妹 张军宁的古装自然拥有一种温望,闲静的姿态,一贫一笑 自带一种风情,尤其是贵妃故意误向海澜偷盗的时候 在大雪纷飞中中的一生生的嘶喊与委屈 寒冷的颤抖加上锦周的眉头,都将这个外柔内缸 这女子策划的直击人心,演绎的淋漓尽致,现场的张军宁和周迅也是感情很好 有一场戏,因为主戏太深,开气停止后,仍然还是眼泪往下流 张军宁在旁边担心不已,结束后上去后,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来缓解现场的气氛,让人暖心不已 众所周知,张军宁一直被人戏称为娱乐圈里的学霸 在偶然入行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学习,在休息时间不断学习,拍戏完成的时候,还发表了自己的法学论文 本课毕业之后,她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继续学习,一边拍戏,一边抽出时间学习 最后硕士毕业,在娱乐圈人员一直挺好的 前几天张军宁在美国庆生,一起的好友陈奕涵,毫不犹豫 二话不说挺着个大肚子,飞到纽约替自己的好友庆生 尤其是在娱乐圈越来越少见了 陈奕涵不愧是最强闺蜜的,并且也在微博里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 就现在的娱乐圈,什么塑料,有意流量文化,也是难能可贵了 如一转剧组见面会,身穿学访,吊带上衣时尚优雅 依稀可见的锁骨有一种别样的骨感魅力 张军宁的容颜十分强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